孩子会患肿瘤吗 其实我们刚才一讲 其实不仅是小孩 大人会患肿瘤 其实儿童也会患肿瘤 那么近十年 儿童肿瘤的发病率 是每年以2.8%的速度在低增 那么儿童肿瘤 已经成为仅次于意外伤害的 第二大儿童死亡的原因 目前全世界每年有25万儿童 那么得了肿瘤 我国每年新增3.5到4万 这个恶性肿瘤的患儿 我们想这个是一个庞大的数据 因为每个儿童身后 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家属 这个群体 不仅他的父母 还有他的这种亲戚朋友 那么都在关注着这个儿童 所以我们想这个人群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2013年的国内一个统计 那么发病率也是在不断的上升 那么常见的肿瘤 像白血病 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 淋巴瘤 鼓肿瘤 肾肿瘤 等等 都是我们常见的儿童肿瘤